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前面呢我们就学习了现成同步的方法 那么从这节课开始 我们将来学习进程同步的方法 那么这节课呢来介绍这个的是共享内存 那么在前面我们在学习这个现成同步的时候 我们知道每一个进程呢 可能有一个或者是多个这个现成 那么现成呢是共享这个进程的资源的 那么现成之间呢可能需要通信 或者说现成需要同步一些关于进程资源的状态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现成之间进行这个信息的同步 那么同样的对于进程呢 我们知道每个操作系统里面呢 可能有一个或者是多个进程 那么进程是共享这个计算机的资源的 包括这个内存磁盘等等的这些资源呢 都是共享的 那么在进程里面我们同样的都需要这个信息的同步 那么前面关于这个生产者和这个消费者问题 以及这个哲学家进程问题呢 都是属于这个进程同步的原因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就来学习进程同步的共享内存的这个方法 那么在学习共享内存之前呢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面我们学习操作系统的时候 操作系统是怎么样进行这个进程管理的 那么在前面我们知道每一个进程呢 它都有自己的进程空间 并且它们的进程空间呢 是通过这个页表 通过这个端页式除除管理 与这个实际的物理内存建立起这个阴色的 那么进程之间呢 它们的进程空间是互不干扰的 相互也是独立的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 这个多进程是共同使用这个物理内存的 也就是说多进程呢 它也是属于这个共享这个物理内存的 但是呢 由于这个操作系统的进程管理 那么进程间的内存空间呢 是独立的 也就是进程一和进程二 它们的逻辑上的内存空间 是完全没有联系的 那么这样子呢 就保证了每一个进程 它独立运行的时候的安全性 那么这一个也是操作系统 进程管理的一个作用 因此呢 这个进程它默认是不能访问这个进程空间之外的内存空间的 也就是说一个进程它不能访问另外一个进程的进程空间 但是呢 这个共享内存就可以打破这样子的限制 那么通过共享内存呢 进程就可以通过页表来映射到同样的一片这个内存里面去 那么这片内存呢 既可以被这个进程一所使用 也可以被这个进程二所使用 也就是说这一片共享内存可以被进程一所读或者是写 同样的也可以被这个进程二读或者是写 因此呢 通过这个共享内存 进程一与这个进程二就建立了这个联系 那么共享内存呢 也是操作系统所提供的一个重要的进程同步的方法 我们接下来就来学习这个共享内存它的方法 那么这个共享内存呢 它就允许这个不相关的进程多个进程访问同样的一片这个物理内存 那么它实现的原理就是把这一片相同的物理内存呢 分别映射到不同进程的页表里面去 使得不同的进程都可以通过这个页表来访问同样的一片这个物理内存 那么这个共享内存呢 是两个进程之间共享或者是传递数据最快的一种方式 那么这里面也提到了这个共享内存呢 是传递数据最快的方式 那么实际上在后台里面呢 很多这个高性能的服务呢 都是通过这个共享内存来实现进程间的通信的 但是呢 在这里面共享内存呢 有一个缺点 就是这个共享内存 它未提供这个同步机制 因此呢 需要借助其他的机制来管理多个进程间的访问 以避免这个并发访问所带来的问题 那么这一点呢 也是需要大家所注意的 那么简单的了解了什么是共享内存 以及共享内存它的原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 共享内存它使用的步骤 或者说是这个方法 那么使用这个共享内存呢 大概可以分为四个步骤 那么第一个步骤呢 就是申请这个共享内存 那么申请这个共享内存呢 其实是向这个操作系统去申请这么一块共享的内存的 那么第二步就是把这个共享内存 给连接到我们的进程空间里面去 那么只有连接到进程的空间里面去呢 我们进程才可以通过这个页表来访问这个共享内存 那么连接之后呢 第三步就是使用了 使用共享内存 对这个共享内存呢 读或者是写来传递一些信息 那么最后第四步就是把这个共享内存 给脱离搬起来的进程空间 并且删除掉 那么这一个就是使用这个共享内存 它完整的四个步骤 那么不管你是使用什么语言 不管是python java 还是这个c++都好 不管你是什么语言 在使用这个共享内存的时候 基本都需要这四个步骤 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来通过一个完整的例子 来进一步理解这里面使用共享内存的方法 以及理解这个什么是共享内存 那么在这个例子将会有一个客户端 以及一个服务端 client和server 那么client和server呢 他们之间通过这个共享内存来进行这个通信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要了解的例子 那么来到linux 在这里呢 老师提供了这个共享内存的代码 在这里面有三个文件 分别是client.cpp common.h 以及server.cpp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来通过这几个文件 来了解这个共享内存 它是怎么样去使用的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common.h 打开来看一下 那么在这个common.h里面呢 定义的是一些公共的信息 包括这个textline等于2048 这个红定义的是制服创最大的长度 那么这里面定义的是2048 那么在下面呢 定义了一个结构体 shmentry 那么这个呢 表示的是共享内存的数据结构 那么在这里面呢 这个就是共享内存的数据结构 因为呢 默认的话 这个内存里面是存储的方式呢 都是没有数据结构的 那么我们程序 需要使用这个共享内存的话 我们就需要定义一些数据结构 把这个结构的数据 存储到这个内存里面去 那么在这个结构里面呢 有两个数据 那么这个的意思呢 就是是否可以读取共享内存 用于进行间的同步 下面的这个呢 message2048呢 定义的是这个共享的内存信息 好的 那么这一个common.h呢 定义的主要是 这个共享内存的数据结构 好的 保存退出 接下来我们来看server.cpp 那么这个server.cpp呢 有41行 我们一行一行的来看 那么首先第一行呢 是把刚才所介绍的这个common.h给引进来 那么下面的几行呢 是把一些必要的投文件给引进来 接着我们主要是来看这个main主方法 那么在这个main主方法里面呢 首先是定义了这个共享内存的结构体 对吧 我们需要使用共享内存 我们首先要定义一个共享内存的结构体 对吧 然后接着呢 第一步是申请内存 申请共享内存 那么申请共享内存呢 是通过这个shmget来申请的 那么这个方法呢 就是向这个操作系统给申请一个共享内存 那么这个共享内存呢 它的key是1111 它的size呢 是这个结构体的大小 那么后面呢 是一些必要的共享内存的一些标记 那么申请之后呢 就返回一个共享内存的ID 那么在第18行 我们首先判断这个ID是否等于-1 如果等于-1的话 就表示说 我向这个操作系统给申请这个共享内存 申请失败了 那么这个时候先返回 那么一般的话呢 都是申请成功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步 接着是第二步 那么第二步呢 是连接到当前的进程空间 并且使用这个共享进程 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我们申请了共享内存之后呢 我们必须把这个共享内存 给连接到我们当前的这个进程空间 才可以去使用这个共享内存的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就把这个共享内存 连接到当前的进程空间 那么连接呢 是通过这个函数来连接的 SHMAT 那么这一个有三个参数 第一个是我们前面所申请的这个共享内存的ID 后面两个是0 那么连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给转化为 我们所需要的这个共享内存的结构体 entry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行这个共享内存使用的逻辑了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首先把这个共享内存的这个can read 给设置为0 表示说当前的这个共享内存呢 它是不可读的 接着呢 是这个一个死循环 在这里面我们喜欢的去判断 这一个共享的内存 它是否可读了 如果可读的话 那么我们把这个共享内存里面的信息给打印出来 打印出来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can read给复为0 表示说我读完之后又不可读了 我等待新的信息 好的 那么了解了使用共享内存的 这里面有一个错误 使用共享内存 共享内存 也是共享进程 好的 那么了解了使用了这个逻辑之后呢 接着第三步 就是使用完成了 然后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共享内存 给归还给这个操作系统 那么第三步呢 就是脱离这个进程空间 那么脱离呢 使用的是这个detach函数的 shmdt 那么这个呢 就把这个共享内存给脱离掉 第四步 就是删除这个共享内存 最后呢 reputin0 表示这整一个may方法结束了 那么这一个就是server的实现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使用这个共享内存呢 大致的可以分为四步 第一步 申请共享内存 第二步 连接到当前的进程空间 第三步呢 是这个脱离进程空间 第四步是删除这个共享内存 好的 了解了这个server的实现之后呢 我们再来了解这个client的实现 打开client 这种cpp 对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client的实现 那么这里面呢 client呢 它的实现也是非常类似的 第一步 也是 申请这个共享内存 第二步 也是连接到当前的进程空间 并且使用这个共享内存 对吧 然后我们重点是来看一下这里面的逻辑 使用的逻辑 那么对于这个逻辑呢 也是一个死循环 在这里面我们首先判断这个共享内存的标记 看看是否可读 那么如果不可读的话 那么就是可写的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输入一些信息 并且把它给copy到这个共享内存里面去 接着我们打印一条信息 说send message 表示说这个client向这个server发送了某条信息 最后呢我们再把这个共享内存的canread设置为1 告诉这个server说这一块内存现在可以读了 那么这一个就是client的逻辑 那么接下来第三步和这个第四步呢 和这个server都是一样的 第三步是脱离这个进程空间 第四步呢是删除这个共享内存 那么我们看了一遍就知道 这个client和这个server呢 只有这一块使用这个共享内存的逻辑 有些不一样这套的呢都是类似的 好的了解了client和server呢 我们接下来把这个两个文件都编译了 make 好的那么这里面就把这个client和server都编译了 我们在这里面拷贝一个通道 那么因为呢我们需要两个进程都跑起来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开了两个terminal 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也把这个路径给拷贝到这边的这个terminal里面去 好的那么在第一个terminal呢我们首先把这个server给跑起来 server那么这样子呢就跑起来了 接着我们在第二个terminal我们把client给跑起来 好的接着我们在这个client里面呢向这个server给发送信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erver是否能接收到 hello world 这个删除不了 hello world 我们看一下server是否能收到 这里面看到没有 这里面server呢是可以收到这个hello的这个信息的 以及下面的这个helloworld 我们再来说几句hello i am 呀删除不了client 看这边 确实也收到了hello i am client 我们再输入几句 hello jungle hello hello python 可以看到这边呢都是可以收到这些信息的 那么这个呢就是通过这个共享内存来实现两个进程的通信的 停掉 在这边呢也停掉 好的 那么这个就是关于这个共享内存的例子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里面的这些逻辑 使用的话第一步是申请这个共享内存 那么第二步呢是连接到当前的进程空间并且使用 第三步是这个脱离进程空间 第四步是删除共享内存 那么这个呢就是C语言对于这个共享内存的使用方法 那么其实呢 不管是C语言还是招宝语言 python语言呢 如果需要使用这个共享内存的话 大多都是有类似的步骤的 那么回到PPT 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也来简单的回顾一下 那么对于使用这个共享内存 我们首先第一步是申请 第二步呢是连接到进程空间 第三步是使用这个共享内存 第四步是脱离进程空间 并且把它给删除掉 那么这个就是使用共享内存的方法 最后回顾一下共享内存是什么 共享内存呢 它是两个进程之间共享和传递数据最快的一种方式 我们在很多的高性能的后台里面呢 都是使用这个共享内存 来实现多个进程间的进行同步的 那么这个共享内存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缺点 就是这个共享内存 它没有提供这个同步的机制 因此呢 需要借助其他机制来管理这个多个进程 去访问这个共享内存 在我们刚讲的这个例子里面呢 我们就是通过这个结构体的Can-read这个变量 来同步这个访问的 那么这一个大家也需要记住的 好的 这里面就是这个共享内存 那么共享内存是高性能后台开发中 最常用的进程同步的方式 这里面的共享内存确实是很重要的 那么下来之后呢 同学需要调研自己所熟悉的语言 他们是怎么样去提供这个共享内存的API的 并且尝试使用这个共享内存 来实现这个Client和Server的通信 好的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了